达卡这个城市,它是孟加拉国的首都,而且还是孟加拉国最大的一个城市,这个城市崛起的速度非常快,在2019年的时候,达卡被列为全球城市500强榜单中的第148名,达卡还有一个美誉,那就是东方小巴黎,在这个城市里有着几千万的人口,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几个地方之一, 城市很大,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,就是这里的交通不怎么便利,整个城市的道路面积才占了城市的7%,这一点就远远不如巴黎了,不管什么时候问达卡的居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,他们都会异口同声的回答,解决交通问题,在达卡的城市里横穿了一条帕德马河,这对达卡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在最早的时候,城市两岸的人民只能使用渡船来往, 此时经济的发达,达卡这个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了,渡船已经远远不够用了,所以孟加拉国向全世界招标,要在帕德马河上建一座大桥,因为这条河属于典型的冲击带,河水底下没有坚硬的岩石,而且河水的流速达到了5米,美国日本等国来这里看了看,表示在这条河里打桥蹲太难了,最后是咱们国家把这个工程拿了下来,把120米的钢柱打入了河底, 当时达卡成千上万的民众来观看了这一撞举,美日等国都表示,这实在是太疯狂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